近日 重慶某训练基地的新兵们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基础训练后 来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学域西藏 15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新女兵首次入藏后奔赴边防团任职 马杰是一名在赌大学生新兵 她在大学学习空城专业 礼仪、化妆是她学习的主要内容 看似胆小又文静的马杰 却有着坚定的从军梦 当一名边防战士是她最大的愿望 首先到边防来是 我觉得对自己而言是一个锻炼 也是一种魔力 在一个边疆对于祖国而言它是非常的重要的 只有守好边疆才能保护好祖国 更能保护好咱们的人民群众 再就是到边防团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更好的是可以去巡逻 我觉得只有巡逻了罗才能是一个完整的在边防团待过的一个战士 高原冬季 女兵们乘坐的包机缓缓降落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贡改国际机场 第一次走进高原的女兵们 零距离地看到她们向往已久的血浴拉萨 但身体的不适也随之出现 下了飞机就有点恶心 然后就想吐 然后头就开始晕了 我就没有力气了 就很累很累那种感觉 离开机场后 女兵们继续乘坐汽车赶往冰站 而在沿途中出现的高原反应 成了她们需要克服的一大困难 随行军医一路为她们保驾护航 女兵们在冰站住宿一晚后 次日凌晨她们继续启程 驱车前往300多公里之外的边防团 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时 女兵刘荣寝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比较高 加上氧气稀少 刚才那边弯道比较多 它就出现了一些头晕 呕吐的现象 这是很正常的轻度高反 以及晕车的现象 然后我们这边即使给它吸上了氧气 以及吃上了晕车药 现在现象有所好转 经过8个多小时长途跋涉的女兵们 在立冬前安全抵达海拔3300多米的边防团 她们办完入住整理物资 领取边防防寒被装等之后 第一时间向家人报平安 可能也就这两年稍微难过一点 坚持下来就好 来你自己吧 自己照顾 来不 家里这边是不好了呢 好 据悉 此次走进高原边防团的新女兵们 将在边防团 通信 化物 卫生等工作岗位 接受为期三个月的专业训练 此后 她们将进入正式的保障工作岗位 女兵们告诉记者 她们选择当一名高原边防战士 愿做一朵绽放在学域高原的隔桑花 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西藏边防事业 男兵在战场上有他们的血信 有他们的热血 女兵同样也是经过不让许美 所以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保障工作 才能让他们去做好他们的战斗工作 只有我们的相互合作以及协调 才能保卫好祖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